我們下一個提案是預錄影片 因為他這個學生他目前確診 所以我們會幫他播一個影片 好 嘿 大家好 我是用 把聲音調大聲一點 學習歷史的文案小Hoke 對不起 我 確診 所以 只能用預錄影片的方式跟大家介紹我的提案 那我們就進入簡報吧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簡報的部分 我們為什麼會開始 一切都遠於一個簡單的想法 有沒有辦法更輕鬆的學習歷史 我們整理了一下師生現在的感受 只能死背 壓力很大 毫無興趣 學歷史沒有用 課綱山太多 教學時間很少 只能草草帶過 我們的目標對象 主要目標對象是歷史苦手 歷史痛點 歷史背不起來 家長責備 壓力很大 無法肩步 雞腿好吃 還有minecraft玩家 常常遇到一些 在網路上找一些地圖的時候 進去 哇 這是什麼 跟標題差太多了吧 根本很難玩 因此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帶給minecraft玩家好玩的遊戲地圖 如何做到 好 歷史 就像是一場遊戲 是一連串關卡的組合 如果沒有做到 會可能會發生有挫敗感 使得憂鬱症 提高自殺率 成績無法進步時 家長責備 使得親子關係出現裂痕 家庭失和 我們透過補充資料 讓學習者了解更多內容 將考試重點放入主線劇情 對話加深影響 以對話帶入歷史背景 透過任務探索地圖 盡可能回應當時的場景 讓玩家親身體驗 透過minecraft遊戲 搭配RPG的風格 藉此啟發學習動機 欲教於樂 目前的進度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 蓋好的一些遊戲場景 這樣子 專案規劃 專案規劃 我們上面 框紅色的地方 是我們 是我們所需要的 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下方呢 就是我們推廣啊 或是我們要 如何去做這些東西的 呃 該怎麼講 設定 這樣子 那我們需要的是 上面這些人 例如指令 場景 就是建築 呃 還有文案 那我們預計 把 呃 我們預計 分成三個小世界 呃 第一個是台灣篇 第二個是中國篇 第三個是世界篇 最後再 再進入最終世界 我們預計 在一年半內完成 第一部 台灣史 一年半後 發佈第二部 中國史 兩年後發佈 最終 的世界史 希望能讓更多學生 以輕鬆易懂的方式 學習歷史 不再被傳統框架所限制 希望 未來我們可能會用這個東西 作為起點 進而去製作更精美專業 的獨立遊戲 如何加入 條件 有正版的 minecraft java 還有滿滿的熱情 無論你是想來看看 還是加入團隊 全力投入 我們都歡迎 我們目前需要 呃 建築師 跟紅石大佬 我們需要 紅石非常厲害的 還有指令師 和文案 那請掃旁邊的QR Code 加入文的Discord 對 這個QR Code 看起來有點奇怪 沒關係 它應該是可以用的 感謝各位 好 歡迎加入文 謝謝小猴 嗯 小猴其實現在在 那個收看直播中 然後 他是一個 我可以用這個 我可以用這個